那你既然已經連九拜了 是已經司法認證你失當的 這樣情況之下 他的關台的條件是不是已經不存在了 你應該要儘快赴台 有這樣打算還是沒有 中天當時不予換照 除了這個所謂的內容採取多以外 基本上跟其他包括什麼違反新聞專業自主的這個部分 還有其他的這些 所以你就是認為這個中天關台 你關的很有道理 到今天即便法院認證 不管幾個案子是NCC敗訴你也不管 換連九拜這個算法並不會事實 我們一個案件來講 你有沒有拿法院的九個敗訴的一個判決 有還是沒有嗎 那如果你拿了法院九個敗訴的判決的話 什麼叫做連九拜不是事實 我們還有一些東西還是上訴當中 所以你要認為確定之後 如果確定之後 那你這個會關台會撤掉嗎 那這個部分要看當時的狀況 我想委員你很清楚 你就是打死不認錯就是 LINE的廣告推播 跟那個Youtube跟或者Meta是完全不同的 老百姓在乎的是他被騙啊 老百姓還要再幫你解決 他的推播的方式不一樣 所以你只處理了這個臉書跟處理Google 你不處理這個賣的部分 所以我只是確認一下委員的問題 您提的是在LINE上面登廣告 就是你一打開LINE 不只啊 他還有社群裡面講古有社啊 群組啊 副長你這樣講我就會很遺憾嗎 你連這個東西你都不知道 連詐騙的手法你都會不知道 你打炸國家隊是越打花樣越多呀 基本上犯罪的方法也是在改變當中 所以你前面的東西你都不理他 因為你覺得犯罪的方法花樣很多 反正你管他他也持續沾心 所以你就 不斷的我們也是不斷的去 你沒做嘛 現在問題就是你沒做嘛 文言好 文言好 呃大家好 我我第一個問題比較簡單 跟NCC相關的 就是 NCC已經連九敗啊 那這裡面呢 連九敗裡面呢 其實跟這個 呃中天被關台 呃相關嘛對不對 那你既然已經連九敗了 是已經司法認證你失當的 這樣情況之下 他的關台的條件是不是已經不存在了 你應該要儘快赴台 有這樣打算還是沒有 呃報委員 呃關於內容採處總共有二十五個案件 那個 所以二十五個案件你認為九敗還不 沒有沒有沒有 中天只有兩個案子是申訴確定 我們是五個案子申訴確定 他們七個案子沒有提行政救急 哦所以你現在講的就是說這個媒體上面出來的是假訊息 那是一個案子裡面來講 可能第一審第二審這樣子的部分啊 所以必須說他們真正確認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到目前為止你還是否認這個中天關台的條件 這個不存在 你還是堅持 中天當時不予換照除了這個所謂的內容採處多以外 基本上跟其他包括什麼違反新聞專業自主的這個部分 還有其他的這些 所以你就是認為這個中天關台你關的很有道理 到今天即便法院認證不管幾個案子是 基本上來講的話就是患照的問題 那患照基本上我們當時 好所以你堅持就是你堅持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沒有關係 那這個媒體上面報導的假訊息 那你怎麼不理性呢 沒有我們有說我們今天接受基礎訪問講說 基本上所謂連九拜這個這個算法並不會適實 我們一個案件來講 你有沒有拿法院的九個敗訴的一個判決 有還是沒有嗎 那如果你拿了法院九個敗訴的判決的話 什麼叫做連九拜不是事實 我們還是上訴當中有些東西還是上訴當中 所以你要認為確定之後 確定之後如果確定之後 那你這個會關台會撤掉嗎 那這個部分要看當時的狀況了 我想委員你很清楚 你就是打死不認錯就是 好我們下一個問題要請問的就是說 那個相關的部會就自己上來自己說明 就是說我們看到很多被詐騙的一個情形 然後呢我剛才很驚訝的聽到就是說 我們金管會的副局長 你的陳述呢跟這個副主委 還有跟主委的說詞都完全不一樣 你知道嗎 是你沒有把正式的訊息呢 給主委跟副主委 因為今天早上我還問了副主委 主委還講說 他被冒名詐騙 他什麼事情都沒有做呀 他就是聲明說 他被詐騙之後 他的這個訊息就自動撤下來 然後呢我再跟你講就是說 那個剛剛唐部長你提到說 這個 Youtube呢他會八個小時 那個副主委講的是 Meta Meta Meta會八個小時 Meta 他沒有關係 所以我現在要問那Line呢 Line的部分我們看到很多詐騙的部分 你的Line的那個他是多久會撤 你們沒有人知道 你們不是已經成立一個平台了嗎 你的平台業者除了Youtube 除了這個 這個Meta之外沒有Line 而且這個我還是在上上禮拜就問的東西 你知道所以 Line的廣告推播跟那個Youtube 或者Meta是完全不同的 老百姓 老百姓在乎的是他被騙啦 老百姓還要再幫你解決 他的推播的方式不一樣 所以你只處理了 這個臉書跟處理Google 你不處理這個Mine的部分 我只是確認一下委員的問題 您提的是在Line上面登廣告 就是你一打開Line 不只啊 他還有社群裡面講 谷有社啊群組啊 部長你這樣講我就會很遺憾嗎 你連這個東西你都不知道 連詐騙的手法你都會不知道的話 那我就很遺憾 那我要請教一次 請教一下 就是說這個 陳主委啊 你對於這個中間關台的這個速度呢 迅雷不及掩耳 然後很快 那我要請教上台的這幾位 那對於這個名人詐騙的 冒用別人名義 其實不一定名人嘛 冒用別人名義詐騙的情況之下 處理的速度怎麼會這麼慢 然後呢 現在為什麼 如果按照你剛剛前面提到的 要打1955或者165的 專線的情況之下才會撤 你現在沒有看到 那不管是陳文倩也好 這個一缸子人 這個夏韻芬也好 一缸子人 一而再再而三出來講 那 你現在不處理是 原因是說他沒有打1955或165嗎 委員是問我嗎 不然問誰 我在質詢台上面我問誰 不是請你們上來 就是請教你們的嗎 基本上來講我們當然對那個打結書 應該更強強化更快一點 那因為這個 不是你的中天關台很快啊 那你的這個你的這些的部分 為什麼 這個不是你的進數是多久了 連Meta都講說他可以八個小時 現在已經從前面講說被冒用的名稱 去年的時候就講了 Meta八個小時不一定是每個案件都八個小時 你不要你不要毀壞人家領書的名譽 那沒有關係啦 就算是就算是八個小時到幾個小時 24小時 whatever 都已經比你這個我從去年的時候講 講到現在為止 短嘛不是嗎 如果民間都可以做這樣的速度 為什麼你做不了來 你現在行政單位做了什麼東西呢 這個基本上 好那個那個法務部的跟那個出來講一下 就是說你現在詐騙案只是 是需要人民去檢舉你才處理嗎 報告委員 不是簡單講時間到了 你是不是 按照刑事順路法的規定 檢察官只要知道有犯罪嫌疑 對對不對 檢察官只要知道的話 那現在已經在立法院裡面 一而再再而三講的這個詐騙的情形出來 檢察官為什麼不處理呢 報告委員就是只要講官知道有相關的這個犯罪嫌疑的時候 現在國會已經講了多少次了 總質詢也講了 好那我再問一下中華電信 中華電信董事長我請教一下 你要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你才會 剛剛也提到簡訊嘛 簡訊也有詐騙的情形 你要到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你才會下架 你要看到什麼你才會下架 告訴現在在台上的這些官員 你要看到什麼東西你才會下架 已經這麼多人公開的表示 已經這麼多人公開的表示 中華電信可以讓他立即下架 謝謝委員官 這個問題我們基本上 警方已經主動的要求我們同仁在做收報 也不用等被害人來做 很好那現在網路上面剛才很多的委員都告訴你了 陳鳳馨 夏韻芬 陳文倩 還這些的零零種種的很多人 周玉琴 這些的你通知了沒有 是 包委員這是我們 我們一看到我們就會立刻 你現在看到了沒有 看到我們就會報 你現在看到了沒有 什麼時候報的 我們一直持續在進行當中 那為什麼 那中華電信 中華電信剛剛謝董事長講說 你看到他就會 但你現在為什麼沒有 現在為什麼沒有 這部分我不瞭解 我要回去查看 把別人的事 當自己的事情處理很快 你看到NCC他在下架中天的時候 迅雷不及掩耳 然後這個唐部長 數位部 數發部 其實民眾對你的期許很深 絕對不是只有外購的這個APP 我相信你的能力也不只是這樣子 那我要跟部長講一下 我要跟部長講一下 你知道他現在詐騙手法很多 你知道嗎 就包括了這個IG的假帳號 這個你跟Mega溝通了沒有 IG的假帳號 你跟他溝通了 好 那還有呢 裡面有提到這個 對於發送釣魚的這個簡訊 這個行動基地台 這個發動的這個假基地台 這個這個這個通知了沒有 我們基本上來講的話 有電信業者隨時在協助我們 不是你講的都是空話嗎 你講的都是形容詞嗎 我們今天老百姓要知道的是 你怎麼樣子把這些詐騙的東西 最起碼你要阻斷嗎 這個事情不是今天發生嗎 這個事情不是今天發生嗎 所以你打炸國家隊 對是越打花樣越多呀 因為基本上犯罪的方法也是在改變當中嘛 所以你前面的東西你都不理他 因為你覺得犯罪的方法花樣很多 反正你管他他也持續沾心 所以你就不斷的我們也是不斷的去 你沒做嘛 現在問題就是你沒做嘛 在這邊我們當然都有做了 好在做的是不是承諾 最起碼因為剛才META也講說 八個小時到幾個小時 你們可不可以一個禮拜之內 一個禮拜之內讓這些你知道 而且這些名人都已經公開講說 他是被冒名的這些的全部下架 一個禮拜之內可以還是不行 會一直有新的 那我們會觀察META是不是在真的24小時之內 不是啦部長你這樣講我就覺得 你連這個一個禮拜之內你已經知道的 你就那剛才人家已經告訴你了 對不對行政檢查局也是告訴你 不是講說用keyword嗎 你現在被詐明的譬如說夏韻芬 或者陳文倩 你接下來的東西你有個keyword的部分 他在成立同樣你就會把它消掉 別人做不了唐部長你做得了啊 我可以講一句話嗎 可以 因為委員剛剛問到LINE喔 LINE它不是傳播性質 是通訊性質而且是秘密通訊 所以除非接到LINE的人主動 常按那個訊息按檢舉 不然我們這邊的人是看不到 他跟傳播性質的Facebook是不一樣的 好部長你這個又推脫了啦 我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在本院質詢的時候 很多的東西你所謂的不知道 在本院的委員在質詢稿上 都貼出來給你看了 所以你沒有道理說你不知道 更何況剛才法務部已經告訴你 他不是告訴奶論之罪 他不是告訴奶論之罪 所以你公務機關已經知道的情況之下 你就應該處理 然後最後我語重心長的講 不要以為老百姓的錢不是錢 老百姓現在已經水深火熱 拜託大家能夠用這個人膩膩的 同樣的一個心情好不好 來處理這個事情 一個禮拜之內 讓這些已經存在的下架 可以還是不行 我們現在我們已經知道的 我們會去讓 一個禮拜可不可以 我現在問你的時間 已經存在的 已經存在的 我不是講新的喔 你剛剛已經找了理由新的 已經存在的一個禮拜之內下架 可不可以 就我們已知的 我們會去管考 不是 你不能就你已知的 如果你故意不知呢 對不對 我現在已經告訴你說 已經委員質詢 你已經貼出來這幾個 那當然就是我們已知的 很好 不只是今天委員會 我在總質詢 還有在財委會 各個委員會裡面聽出來 你都應該處理 好不好 謝謝委員 謝謝